历史学家摊上了官司 摊上官司这位啊 就是被称为中国近代四大历史学家之一的吕思勉先生 1923年吕思勉先生为中学编写教科书 根据考据 他在教科书中表达了一个观点 说历史中某位大英雄的战绩被后人夸大了 当时国内的氛围啊是反军阀 所以吕思勉这个观点能被大家普遍接受 也没有人提出质疑 时隔8年1931年918事变爆发 民族情绪高涨 这就开始有人指责吕思勉贬低英雄 出版社啊考虑到商业因素 就邀请吕思勉对书中的内容进行了一些修改 1935年吕思勉这本书终于酿成了大祸 南京市市长石英发布训令 说吕思勉编写的中学教科书贬低英雄 在南京啊禁止销售 这个训令引发了南京招报的不满 招报连发文章替吕思勉明冤 招报的竞争对手救国日报看准了商机 发文大战招报 通栏标题大骂吕思勉贬低英雄就是卖国 民间舆论沸腾 救国日报啊受到了民意的热烈拥戴 所幸一旨诉状将吕思勉和出版社就告上了法庭啊 控告吕思勉是外患罪 虽然说舆论汹汹 但法院呢却出奇的冷静 法院认为吕思勉这本书成于东北沦陷之前 不可能是有意向侵略者献媚 这本书是个人研究历史之评论与见解 不构成犯罪